欢迎来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会和要塞正中研究部经理陈伟聪 Jason解答白家庭观众问题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资问题 好快点打来204-6566跟我们谈一下 暂时恒生指数现在跌了71点 做23229点 国企指数跌了40点 做10481点 暂时大股成交有193亿多 这个时间我们听听家庭观众 看到什么热闪 旁边有邱小姐在这里 邱小姐你好 主持人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请问你三只股票 是 首先是813 费购我没有货 是 这只股票万物得过 买的话应该是谁来买呢 是 第二只就是966 我都没有货 是 同时这只股票万物得过 第三只就是968 旁边有很多消息出带来 现在又有配股 没错 买的时候应该是2元留下买 你现在觉得这只股票 涉活率高不高呢 谢谢你 好啊 看到了 邱小姐有匹资金 怅怅欲动 三只股份都想考虑一下 不如我们先说信仪光能 今天就比较多消息出 之前你也推介过 看到正如邱小姐所说 近日股价大幅波动 出来的通告又说配 现在又说考虑一下配 未必配 但无论如何 股价就跌下来了 已经看到2.13 暂时跌6.5% 这个时间追入信仪光能 风险高不高 其实你说这只股份 配股 都是预期之内 因为始终他当时 介绍形式上市 就无集都知道了 所以你说今次868 就是母公司上市玻璃那边 去做一个配售 做一个套演 其实都是相当之正老的 更何况都见到 之前他的股价 都由大概过七个八这些位置 就抽到上去两个四十多 这些位置那么高 他选择配股都不出奇 但最奇怪就是 为什么他昨天 都出了个通告之后 竟然去到最后 又说因为现在市况不就 所以就不配住 但无论如何 既然你说他通告都出了 还有他都叫做 跟媒体说 他都真的有 欺商过一些 就是保证人 又说一个配售行动 真的有机会会出现 所以今天的股价 都跌了下来先的了 如果你说看他昨天 那个所谓配股的通知 见到他的折让幅度 又不算特别大的 最低的价格都是两个一毫多 跟现时这些价位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的话 我又有个小小觉得 他未必真的会那么容易跌穿 两元 反而你说在现时这些价位 就是捉住两个一 两个一毫多 二天线 阻近 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个支持位 所以如果你说要博的话 其实现价这些位置 都可以少住去博一博 如果正刚刚提到的两个股份 分别是813 世卖房地产 和966 中国太平 我们先的813 看到内房股 其实这些价格都受着 很多负面因素困扰 股价也比较低迷 好像今天暂时 现在世卖房地产 跌了超过1.3% 做14.52 这个位置 你觉得这个时间买内房股 直博率又是不是会比较高呢? 这只股份的确来说 它在之前出的那些 的营养数据 包括 头五个月合约的销售额方面 都只达到全面目标的三成 基本上都算是 差一个预期的 所以都见到股价近期 都是有跌势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说现阶段 我就觉得 不是那么适合去博一博 我觉得这一阵股价 要下跌 是有机会要再下跌 大约是13.50 至14元 才会有一个 比较可靠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这些位置买 似乎的直博率 就不是那么高了 但如果你说股价 真的再跌多一点 去14元以下 你到时找位买回 我就不反对 中国太平966 看到近期保险股 都比较强势 唯独它开始有些 见顶的迹象 今天又一支大阴烛跌了下来 暂时跌了1.9% 做13.76元 这个位置 中国太平日是不是 好像 感觉上 领先着其他保险股 未跌下跌 我先跌了 会不会是这样 如果你说看它的数据方面 又不是那么差 因为说它头五个月的保费收入 都有2.6%的增长 你说比较国售 比较平保 其实它又不算差 所以你说今天跌 我都觉得问题 应该不是太大 如果要买 我都觉得可以考虑 等股价再跌多一点 去13.5% 接近20天线这些位置 就可以跌一跌去到买回的了 好 我们再听一下 下一位家庭观众电话 电话旁边有陈小姐在这里的 喂 你好 喂 你好 陈小姐到你了 有什么帮到你呢 我就问个1398 是 工商银行是不是 是呀 现在 现在应该买是不是 有货 正在 是呀 你多少钱买的 4个7元多买的 4个7元多买的 是呀 另外你是不是只是问这只股份 就有没有第二只想问Jason的 有 还有一只893 是893你又多少钱买的 9号8买的 9号8买的 你想问Jason有什么问题呢 是啊 你想问Jason有什么问题呀 上问呀这个是893呀 现在 跌到这么低呀 怎么好呀 嗯 好 明白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工商银行 看到工商银行的股价 其实都真的 比较强势的 其实这一排都升得不错 4.7元多买了 现在赚了2元多买了 现在赚了2元多买了 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够 Jason 公行就在上个礼拜 就随正了 所以见到股价是有些调整 就好像是下来的 但是如果计算收息的因素 其实没有跌过了 但是如果你说留意近期中央的动作 所谓的定向降进 都真的只是针对一些 比较小型的银行 或者一些股份制银行 反而你说这些国企的 叫做四大的内银股 受惠程度就不是太高的 所以如果你说本身这只股份有货 我也觉得 你说在4.9号岭 挨近5元这些位置 着量去到沽一点 其实我也觉得是 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见到这类内银股 由4月尾开始升上来 其实普遍的升幅都有 就是说是十几个百分之多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近期的高位 其实沽货套现 都是一个挺合理的策略 另外893方面 中国铁铁它是从事铁矿石那边的业务 陈小姐就在9号8 相对的高位买了 暂时现在在做8号6 现在这个低位似乎 股价在图表上是否有足底的感觉 未来的走势会怎样 如果单看图表就好像在8号岭 即是8号3、8号4这些位置有个支持 但是始终这间公司在基本面方面都比较差 特别在6月初出了一个刑警 都预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的盈利 都会按年是有个很大的跌幅 当中都是因为铁矿石 即是产品价格就跌得很厉害 同事他都说到就说在这段期间 集团都有个间歇性的停产 所以如果你说看回那个业务的发展 或者是整个铁矿石市场的表现 都似乎不是说真的那么适合去买这只股份的 如果你说这只股份是有货的 我都觉得你可以定止蝕位 摆回下方 即是8号3 穿这些位置的话 我都建议你可以将手头上的货 应该是要先走一走 陈小姐留意着 如果一个不少心中的铁矿跌穿了8号3这个位置 就要考虑一下止蝕 Jason 看到这些牌都有很多新股运战 好像今天一样 六只新股同时招股 我们看看距离哪六只 看到六只新股包括行发阳心 戒饶控股 从事女装的 柯来第二 大连益达 所生活服务就是做一些物业管理 中国新城市都是一些内房概念 看到他们那么多只集资额都有 介乎五千多万 至到14亿港元都有 总共集资额大约有48亿港元 只是这六只48亿港元 似乎这些新股大家都看着 半年结之前不行了 我要快点加快步伐尝试 你觉得市场的资金会不会因此而被抽筋 如果你说这些新股 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可能你说之前招股几只 反应都是麻烦一点 如果你说本身都只是做一些零售 一些物业本利 一些房地产等等 基本上你说现时香港上市的 都有相当多的选择 而且看回他们的定价方面 又不是说特别便宜 不是说特别抵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买这些货 倒不如在现时市场上买回 就比你抽新股 被人关注资金整个几周 所以如果你说以这些新股来说 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吸引 不过依然有不少家庭观众 他都可能想投资金去抽新股 你听听这位家庭观众 他是不是想抽新股 Kennie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想问新股吗 我想问那只991 2298 1588 三只之中哪一只比较好 你想问911是不是恒发阳心 是 都市例人和2298 1588是这个唱字通 是 好 你想是三只 选了一只来抽是不是 是 好明白了 看到三只股份 正如Jason所说 有些昨天已经开始招股 有些较早前已经招股 好像都市例人那样 作为一些内衣的品牌 另一星期四就会折飞 唱字通也是 加上恒发阳心 恒发阳心大家都知道 做一些保健产品 药材这一类的业务 三只来说 股份算算独特 Jason 你会不会觉得 跟刚才我们表列的那种股份一样 可能吸引 都未必吸引到你的目光 整体来说我都觉得 不是太吸引 说回都市例人 虽然他那个 派头是很厉害的 你说都聘用了一些 名人 一些明星做代言人 但是你说 看他本身都做一些内衣的产品 当然就不是说没有需求的 但是始终你说现在内地 都有相当多这些内衣品牌 和海外的牌子来争 你说香港上市的 其实都有不少的 如果说以那个股值来计算 都算来到这次集资 那个定价方面 都定到接近17倍的PE 比较香港现时上市 那几只又不是说真的特别便宜 所以这一只我就不建议抽的 另外你说上次通方面做的软件等等的产品 虽然概念是不错 但是同时间 你说他那个的规模 他那个公司方面的品牌 也都不是说特别出名 所以如果你说三只里面真的要选的 可能我自己觉得 迫于无奈底下 我都会选一只 行发阳心 起码你说做一些保健产品 和看回他的集资额不算大 那本身你说 他那个超额认购的机会 都较为是高一点的 好这个时间 我们看一看究竟行发阳心的招股详程是怎样 看到行发阳心发售股份数目有5亿股 集资净额大约有10亿港元 招股价介乎1.44至1.98港元 入场费大约是4000元 就会在20号中五折飞 好我们再听听下一位家庭观众电话 怎样旁边有李小姐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我想问 如果没有购哪个位置才好 是否会想回招商银行 是好啊 见到招商银行 今天暂时跌了两仙 做着15.26这个位置 昨天升得急的 大家都一路传 又说有通过 人行又说未必是 定向降准未必关他事 大家似乎现在都不是太知道定向降准 究竟关不关这个招商银行事 这个时间追入风险又怎样呢 照样看新闻说 应该收到人民银行的一些通知 就说定向降准 应该可以包含招商银行 所以就见到它的股价在上星期至到昨天 都有一个追捧 如果你说见到股价走势 之前就穿了15元 这个比较大的阻力区 你说这一层上 我觉得是有机会上去大概16.20至16.5 如果你说未买货的 我都觉得可以 等它落到大概是15元 挨着10天线这些位置 就可以选择去吸纳 可以考虑一下李小姐 Jason觉得15元边的招商银行 直博率比较高 上网空间可以去到最高16.5这个位置 好 这一集好多谢Jason 为我们解答新股 以及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刚才提供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有没有打算抽 没有持有也没有打算抽 好 谢谢Jason 待会继续有解答家庭观众问答的环节 记住打来204-6566 稍后再见